美国陆战队兵王来中国叫嚣 放出狠话称要将中国搏击一举击 更是嘲讽中国人席练的功夫根本不到家 原因是在此前的中美对抗赛中 美国的选手已经斩获了两连胜的战绩 此刻只需要再赢下一场比赛就能直接取得胜利 为了能一举拿下对抗赛的胜利 美国队也是直接派出了他们最强的选手 此人名叫安东尼奥 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不仅身体素质极其强悍 国际的实力也是非常的硬朗 登场的时候也是高调至极 一个空翻就翻进了擂台里面 并且还当众放话中国选手的身体素质太差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面对这个黑人如此狂妄的言论 我们的中国小将田兴也是直接挺身而出 决定在擂台上好好地给这个狂妄的黑人上一课 在正式比赛开始前望兄弟们动动小手点个赞 小灵柱点赞的兄弟们一夜报复 接着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 比赛开始后的双方同样气势汹汹 美国佬率先摆拳击辅 田兴也不甘示弱地进行扫踢回击 两人开场后就进入到了激烈的交锋之中 美国佬的进攻也是相当的流畅 此刻的美国选手进攻欲望相当的强烈 田兴也是组合拳向其发起了进攻 两人开场30秒就已经打得热火朝天 此刻的田兴连续地扫踢向对手发起猛攻 一套猛攻也是将黑人打得节节败退 而黑人则是更加地喜欢用拳法发起猛攻 并且这个黑人还把李小龙视为自己的偶像 私下更是热衷于截拳道的练习 所以他认为自己吸得了真正的中国功夫 而田兴在擂台之上有着快腿的称号 腿法的进攻迅猛且致命 今天这个田兴的第一回合打的还是稳健 稳健的 而这个安东武刀可不是打得挺心的 他在看就打倒是打得不错 这个安东武刀 毕竟现在美国现在是领先 上边领先了 在枪上再看 所以就给这个安东武刀留一种自信心 突然田兴连续的低扫腿进攻 猛烈的扫踢直接将黑人踢得慌忙后撤 最后更是将黑人踢得一瘸一管 虽然黑人也在不断地向田兴反击 但是他的腿部已经遭到了田兴的重创 后续只要继续向他发起腿法上的进攻 必然可以轻松地将其斩于马下 这时的田兴一个高扫踢命中对手头部 接着就对着黑人展开了连续的组合拳输出 无奈的黑人只能一把将其搂抱住 分开之后的田兴依然十分的凶猛 将黑人堵在角落中就是连续的颓发猛攻 有点打击 在气候上的地上 因为这田兴也知道 这场比赛我这边是 对 一定不能是 你做我说的话 美国就是 第一个比赛就离吃 后面这边就要吃 我看这边必须要有 现在田兴依然十分的这个比赛 他就有场 没保护 因为现在知道这个田兴依然 这边就是人们的 此刻第一回合的时间结束 紧接着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 开场后的黑人直接连续的组合拳猛攻 试图能将田兴给压制住 然而田兴的防守十分的到位 将黑人的进攻竞数给挡下 接着就对着这个小黑子展开了连续的腿法输出 特别是他后腿的重击 将这个黑人打得那是痛苦不堪 一个扫踢更是直接将棋给扫翻在底 紧接着田兴成胜追击 将黑人堵在角落中 又是连续组合拳配和扫踢重击 再一次的将这个黑人给踢的跪倒在地 裁判也是立刻对黑人进行堵秒 他也是非常顽强地表示自己可以继续比赛 然而面对他的依然是田兴猛烈的扫踢 强大的力量将其踢的站都站不稳 又一次的跪倒在擂台之上 于是裁判立刻宣布比赛结束 此刻的黑人已经被踢得狼狈不堪 再也没有了起身反抗的余地 就这样中国汉将田兴全程扫踢猛攻 在第二回合三次击倒对手成功取胜 为中国队拿下了至关重要的一分 大家觉得田兴的表现如何呢 让我们为小将田兴点赞